大家好 大仙五間教導 今早市場比較反復 雖然開低之後曾經一度到勝 但上面30,500就是阻力位 下來穿一穿30,200又做反彈 其實開始進入一個期止轉倉的情況 市況也是雜幅上落 因素仍然是負面因素主導 但亦有少少緩和的跡象 譬如說中美那方面 貿易的代表團開始說大家約來談 但始終這個因素 支持不到這個時機多 最終都要看特朗普政府 究竟對於環球的策略部署 究竟是想將這件事玩得多大 因為我想如果從政治角度看 它就一定是針對著中國 為一個重要的打擊對象 而透過中興通訊這宗制裁 然後再衍生來的 可能在華為或者聯想 或者其他中資概念股 就是在美國上市的中資科技股 其實都會成為一個目標 最終都是要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 似乎佈局都是在比較高層次去看 不是單單看著股市的升月跌 變成可能適當地令美股下跌 我想特朗普是願意的 願意就是透過這個手段 來打擊中國的經濟發展 所以整件事的佈局 就不是那麼簡單 關注究竟港股升還是跌 美股升還是跌 好了 美股上星期五似乎有反彈完成的趨勢 連續三隻烏鴉三隻陰燭 開始有一個最頂的情況 我估計美股應該有反彈完成的 這個星期出的業績 或者將來公佈的 例如科技股的業績 我自己看可能都會觸發到一個 獲利回吐的情況 因為始終投資環境就開始變了 港股來計算 雖然暫時守住3萬點 但是我估計 轉完倉或者結算前後 理論上就應該要破3萬點 下市2萬9800 看看那裡能否守得住 才會再說 至於股份那方面 有一隻近日都是很多人問的 我一再重申 聯想這個股份 長遠是可以看好的 但是現在面對著一些新的因素 特別是我之前說的 如果大家真的拿著資金很久 那你都要慢慢等他的業績 那變成是拿不到很久的 那你就趁每次反彈就離開 也彈過4.23元 如果你真的不是重倉 當然資金很鬆鬆 那你拿著是沒有問題 不過市跌一定會受到拖累 而現在來計算 更加多了就是貿易戰制裁的因素 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好 適合地減回綁線 或者走一走 我重申一次 我自己已經一股不漏了 我亦都說過 上次大賞4.67元 你沒有興趣拿的話 你也要走一走 現在來計算 我覺得避一避是沒有壞的 因為始終市場的大行程是要下跌的 你自己要懂得去控制 就算好的股票也要下跌 不過當然了 騰訊的跌幅是比較強的 如果有高位計算的時間 所以來說 我覺得大家要適當地控制自己的組合 那個部署 因為我們不是基金經理 我們是絕對可以清倉離場 基金經理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要記住 他們是會進退失去的 在一個處於一個跌浪 或者是紅市的階段 他們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你自己要想一下 自己怎樣部署自己的創